新任命的官員建記者 梁振英就提到 有不少有經驗豐富的現任官員在留任 他們感動很高興 也都是多謝他們過往作出的貢獻 也都是感謝他們可以留任的 在新班子當中 也都有幾位新的面孔 一些新的局長 他們都是有憧憬有理想 梁振英也是很開心 他們可以加入新的團隊 他相信新班子可以協助改善 目前發展停滯不前的面貌 是可以提升凝聚力 為香港帶來希望和前景 另外他也感謝這個機會 感謝公務員團隊的支持 他說未來日子會繼續 跟他們保持緊密的合作 以及繼續聽公務員團隊的意見 另外他承諾新政府 會是面向市民的政府 將來亦都會和司局長多落區 多聽市民的意見 未來的7月2日 會先和政務司司長 和其他官員去到六個區 了解民意 之後緊接的兩個週末 會去到其餘的12個區了解情況 他說未來五年 政府的施政會是適度有為 穩中求變 會是為香港保持和諧和穩定 一定會多聽市民的意見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公務員團隊 是很廉潔和很有高效率的 公務員他們一直都是提供很好的服務 是黑盡幾職來提供服務的 公務員就不單止得到公眾的信息 新華社在今早大約9時半公布 今次的國務院任命安排 並且根據香港特區第四任行政 長官梁振英的提名任命 今次的新官員名單 是以舊架構的3C12局去組成 由於立法會未審理新政府架構 重組建議 今次的任命並沒有包括梁振英 建議重組政府架構升至的四個職位 包括是副政務司司長 副財政司司長 文化局長 和科技及通訊局局長 新任命為在7月1日 在國家主席胡錦濤監禮之下宣誓就職 剛才看到新班旨有不少熟悉的面孔 亦都有新人加入 幾個特色包括有原局長留任 另外亦都有專業人士加入 而來自公務員團體的局長亦都有兩位 在市長方面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 會獲委任做新一屆政府的政務司司長 曾俊華是會留任財政司司長 而前大律師公會主席袁國強是擔任 律政司司長 在局長方面 政務司司長以下的九個局 其中高永文 黃錦升 吳克劍 張炳良是首次加入民集團隊 他們分別掌管 食衛局 環境局 教育局 以及運輸及房屋局 由公務員專職民集團隊的 就只有現任的勞工及福利局常備鄧國威 他將會擔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而保安局副局長黎棠國就會升為保安局局長 幾位現任局長是會留任的 包括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中 運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願 而財政司司司長以下的三個局 由重返政府的麥齊光監任發展局局長 加久重組建議落實的話 他會改任運輸及公務局局長 而蘇錦良和陳家強就會留任原有局長的職位 I'm confident that my team and I will overcome all difficulties and prove our commitment to Hong Kong through our deeds 另外國務委員都宣佈任命紀律部隊 和審計署的首長 現任警務署署署長曾偉雄 和入境署署署長陳國基是獲得留任的 叫你講你的機構和姓名 和每一次請是指